我宣布 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到珠海主持開通儀式 這條全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就此開通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澳門行政長官崔士安也陪同習近平視察 這座號稱工程界珠穆朗瑪峰的世紀工程 大橋連接珠海 香港 澳門 從香港大嶼山出發可以分頭前往珠海與澳門 形成一個大的Y字形 花費1200億港幣 接近台幣5000億 歷史9年才完工是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 預計使用120年 港珠澳大橋全長55公里 由人工島橋樑隧道組合而成 其中施工難度最大的是海底城管 深達6.7公里最長一截重達8萬噸 比航母遼寧艦還要大 大橋開通後港澳兩地交通可以縮短為半小時 只是造假昂貴卻也被香港民主派議員質疑 如果只靠過路費根本不可能回本 只會虧錢 去港澳大橋開通後大大縮減了三地的來往時間 現在再加上廣深港高鐵已經開始營運 整個大灣區交通建設基本上已經完成 將三地連結成一體成型 以上是東山新聞黃建倫鄰居坊在香港的採訪報導